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才可以成为一个好像真正的环保人士呢 当初为什么要建这个房子 其实因为我和我先生结完婚之后 总要有一个地方可以生活嘛 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盖一个 其实最简单的梦想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要用比较自然的材料 最自然的材料我想到的就只有泥土石头木头 去替代掉像过多的水泥 这边是我们的东面墙 所以早晨的时候呢 比较大的阳光就会从这边撒到房子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感觉 像我们一个房子 因为它春夏秋冬 东西南北的坐向本来就不一样 它就是一个围期后再转变 所以我们这个房子它每一面的材料使用是不太一样 这面是南面 使用烧制过的红砖来做的 在冬天如果日晒 它可以释放出它的热度 然后这面的西面墙 它完全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土砖 土砖它最能够隔热 这个很好用 木屑全部沾满之后 在里面点火 然后盖起来 它光靠这样的一个里面的热 让整个环境很干燥 天气冷我们的衣服都会干 所以我都在这边周围把衣服都披满 所以它这一台在东西来说发挥很大的功能 这间是我们的浴室 那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是我们的干室的马桶 我们完全不用冲水 上完之后就用墓穴 所以我们相对也节省了非常多的水资源 热气桶提出来拿去外面还可以变成堆废 所以我们家的是绝对不会有臭味 那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啊 像我们的浴室就可以种花草 相对的环境也比较自然 也比较舒适 所以白天我们家也不需要开灯 没有一个地方需要开灯 家具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真正的表现出来 你才知道生活中这样子是可行的 最大的目的就是如何住在一间舒适的房子里面 所以很希望台湾更多的自然建筑可以长出来 你会觉得说 你只要来这样的环境 你看到一片土墙 我觉得你的身心就已经有一些被療癒的感觉 我们本来那时候去的时候 就知道这块土地租的有一天会离开 只是什么时候而已 建制出我们的想法 就是如果有一天离开这块土地 是不是能够有机会 大部分的东西还会还一个这块土地 你不要这间房子之后 你把它推打 它就是还回去给大自然 这是我们要想做的事情 我们那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梦想要自己盖房子 我们已经也在那边做了我们想做的事 其实已经够了 就像一个瓶子它已经装满了 你再满 其实它也是溢出来而已 现在只是整个又把它在同心倒空 那就不会有什么遗憾 这件事情其实带给我们一个蛮好的反思 就是那你人生你到底能够带来什么 或带走什么 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关心这件事 你知道吗 我用力了那么用力 我是在干嘛 就觉得说其实不是很多人关心这件事情 你认为自然才很好吗 对太多人来说关我什么事 房子它不是一个壳 它是生命 它是跟我们一家人一起的生命体 我个人没有办法去想要买外面的房子 第一一定是没钱 第二是说其实我有钱我也不会想去买 它好像没有办法形成我成为一个家的价值 还是回归头来 我们家人一起盖出来的 你看孩子应该要参与盖房子这件事情 家跟我们一起长出来的 所以如果今天再有机会再继续我们盖房子 我们一样是一起这样子把房子盖起来的 我们不会是变成 因为有钱了去买一个回来 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做 这条路台湾要走 真的还有太长的时间要走 我们好像跑太快了 对我来说啦 生活永远比工作还重要 你所有的工作不就是为了要过一个你认为舒服的生活吗 你所有的工作不就是为了要过一个你认为舒服的生活吗 我设策的事 你所有的工作不就是和我们夜里的生活吗